没有什么抱怨 坦荡的看自己 做自己刚才有说 怎么做自己 我们做自己 你问自己自己问题 我有什么 我要什么 我愿意放弃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人生到这一次 不是来创业 不是来做事业 我们是来体验生活 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 怎么可能公平 你出生在农村 盖茨的孩子出生叫盖茨家里面 你能比吗 但是有一点是公平的 比如盖茨一天24小时 你一天也是24小时 30小时 38小时 你在路上走 在挤公共机车 在手路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是需要好的朋友 还有八小时 你睡在床上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时候需要床 有一个好的床 床上有一个好的人 还有个八小时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就是工作 假如你工作是不开心的 你做了事是你不爽的 可以坏 千万别做 做的这个工作 讨厌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 娶了这老婆 天天骂老婆 又不离婚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想 每个人要清楚 世界不公平 你如果想改变它 第一告诉你不可能 第二去从政去 也不可能 只是 人可以不一样 出生的条件不一样 但是人是可以幸福的 幸福是自己去找的 我以前走过 最敢说走过民工屋 城市的创业者 那些打工者 我对他们尊重 到城市里来打工 就是创业者 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区别 只是我走了这条路 他们走了那条路 每次走过 这些公鹏听见里面的 一声笑声 非常开心的笑声 我进去发现他们在打牌 两三块钱的赌注 每个人都很开心 幸福其实很容易找 盖茨并不幸福 幸福是自己找出来 今天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刚才讲 您是否一直在寻找一个 趋势稳定的视野 一个永续赚钱的方式 由你还口远不知道 如何抓住这波伤心 接下来会让您的人生 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 互联网冲击 导致很多传统生意实体店 和公司关门倒闭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 于号春笋般出现大批的 微商 电商 直销员 资金盘 拆分盘 电子鼓挡 鱼龙混杂的理财项目 导致众多创业者 没方法 没客户 不会推广 不会讲解 不会管理团队 被拉黑 拒绝 质疑 调侃 产品没销量 收入没保障等等 最终导致失去信心 失败放弃 这些瓶颈到底如何突破 当今社会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是否想过利用一部手机 就能住家创业 无需进货发货 很多普通人通过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残富人生 我们有高效的运营团队 自动人脉倍增系统 百分百成交客户的沟通方法 手把手教你如何运作 如果此时的你没有创业方向 如果此时的你想改变生活现状 如果此时的你有着赚钱的梦想 欢迎咨询微信 908605026 908605026 但是我们的价值体系 我们的文化体系受到了摧毁 最早新文化运动摧毁了旧文化 没有建设新文化 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的很多价值体系给搞乱掉 今天有的学者来讲 我觉得我并不完全同意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好像有了一套法律 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那么回事 美国发展是因为法治吗 就是说这个人漂亮是因为彼此漂亮 不对 大家记住 美国的整个经济的 美国社会的发展 它是基督教文化的 在基督教文化上面建立一套法律体系 在这个法律体系上面建立的政治体系 在这个上面建立起他们的领导人的选举体系 这套体系比你想象的复杂多 而这只是简简单单一部分 假如我们今天在价值文化体系给摧毁的情况下 我们随便从西方拿一点规章制度和法律 这就等于沙太山建楼 我们建不起来 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找回价值体系 让我们的年轻人明白 不要怪别人富 不要怪人家有权 而是我如何改变自己 对社会有贡献 我寻找快乐 寻找幸福感 商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感 他会给你带来快感 但是快感的背后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而真正的幸福感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给别人在做什么 你会逐渐逐渐从痛苦中找到那些快乐 我坚信也坚定不移 你们会为我们为这个国家 为中国找回价值体系 而这才是中国真正腾飞的时代 永远是如此 一代胜过一代 而最最高兴和骄傲的是 我从你们眼光里看到了希望 所以今天请大家 不要抱怨 如果你想成功 看任何问题 积极乐观地看 但是 这个时代还不是你的 我刚才就说了 你们有权利抱怨 但你们没有及格抱怨 当你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们有及格抱怨 但你们有权利抱怨 你必须把它干好 今天你们还没坐到那个位置 二十年以后 别轮到我们抱怨你们 你们当年催得很牛 现在轮到你们干 你给我试试看 所以 准备二十年以后的你们 中国是你们的 毛泽说 世界是年轻人 我今天是觉得他讲的太对了 不定是你们 就是今天你们还没坐到 那个位置的时候 不知道那个位置有多么的痛 所以 我今天来 讲创业 我的网站 公司将会全力的支持大家 但是我不想来谈 怎么具体怎么做一家公司 碰到这些问题 在网上可以交流 我们有个云计划 可以大家交流 我不想在这做广告 但是我追着 人的心态 决定姿态 再决定你的生态 心态好 自然会好起来 你们要比的是 二十年以后 谁 能够成为这样 至于 哪家公司 哪个行业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新浪 微博 抓住了这个时代 什么是下一个最好的机会 告诉大家 上一世纪的商人 你抓住机会 我成功商人 下一世纪的商人 企业家 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才真正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去想 你为未来 你为社会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的人 才真正会成功 而真的要做这个事情 从完善自己开始 Your 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 社会不可能完美 因为社会 是有所有不完美的人 组织在一起 你的职责 就是比别人 多勤奋一点 多努力一点 多有一点理想 世界才会好起来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 我没有任何理由 走到今天 唯一的理由 我比 我同龄代的人 更加乐观 更加会找乐子 更加懂得 左手温暖右手 相信明天还会更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